中国五千年文明延绵不绝 民间有许多朴素的俗话 实际上是对人生和社会运转之道的高度提炼总结 如常在河边走哪有不失血 如夜路走多了总会遇见鬼 这两句民间口口相传的俗话 其实就很清晰地阐明了玩阴谋 行邪招做坏事 绝不可能独善其身 只会被反噬的渣都不剩 这说的是谁呢 近日美国引爆硅谷银行 剑指瑞士银行系统甚至整个欧洲金融体系后 接连对加密货币交易圈都为大佬动手 进行抓捕或司法起诉 如最新消息是当地时间3月27日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芝加哥联邦法院 对币安创始人赵长鹏提起诉讼 美司法部还在对赵长鹏等币安的高管进行刑事调查 之前还有播场创始人孙宇辰被美国起诉 指控其涉嫌欺诈 操控市场和非法销售证券 全球抓捕韩国币圈大亨全倒亨 表面看这是美国控制金融风险 可其在中印等多国管制加密货币 管控加密货币的情况下大张旗鼓放松监管 甚至鼓励全球加密货币到美国博弈 现在看到加密货币池塘里的鱼养肥了 就准备合则而语 调查抓捕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显然出发点就令人怀疑 特别是美债美股面临股债双杀 美联储美 财政部都需要全球资本接盘的情况下 上述监管动作明显令人一律重重 充满阴谋算计的味道 驱赶资本流向华尔街和华盛顿 想要他们缺的地方 另外刺破硅谷银行危机 某种程度正是一种炸鱼动作 搅动全球金融池子动荡不堪 让各路资金大于惶恐不安 寻求新的气息安全场所 原本加密货币就是一条出路之一 现在美国人斩断这条道 显然就是阴谋算计 原本沉淀在加密货币池子里的金融财富 妄图一把捞干净 中国和世界能够让美国肆意妄为的阴谋算计吗 就在今天 财经市场传来对加密货币的重磅利好 香港计划6月开放民众交易比特币 以太坊与其他加密货币 甚至有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国有银行成为最新提供服务的目标 这就是阳谋 虽然不至于让华尔街华盛顿竹篮打水一场空 但让其一把捞干净的图谋 显然要破产了 为了做空打击世界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凸显美国吸引力 美国也玩起了各种伎俩 3月27日彭博社及其控制的各路打手 如联合早报 在早期炮制中国营商环境 所谓对民营经济不友好的伪概念后 疯狂炒作标志性人物马大佬 很戏剧 前脚彭博社还煞有介事地表示 马云因为一律不回国 转头马云已经坐在中国小院谈笑风生 讨论新趋势新计划 华盛顿及其走狗打脸被打得啪啪响 同样是彭博社 前两天还炒作华尔街金融财阀代表 全球最大投行先锋领航 因为一律中国营商环境 要停止中国业务 可转眼3月27日 沙特就以一价一倍的金额 受让中国千亿龙头荣胜实化 向世界高调展示了 哪里才值得全球资本青睐 中国的稳定 中国强大的安全保障 中国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不再是美国耍小伎俩能够算计的 这同样是阳谋的威力 美国想让全球资本只向美国流动 供他们收割的阴谋算计 从地理方向上也破产了 当然最振动世界的阳谋 是中国本月上旬斡旋沙特 伊朗这对千年冤家和解 以及月中光明正大的访问俄罗斯 与俄建立了超越联盟 这一传统形式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向世界传递强大的和平正能量 甚至美国自家的智库和媒体 也哀叹这是中国阳谋 拜登赞成中国和平方案 这将向世界传递中国地位 且不利于华尔街华盛顿后续收割计划 不赞成中国和平方案 全世界都将更加清晰地认清 美国是世界和平破坏者 从目前拜登的选择看 美国显然选择了不和平 在中东不放弃制裁 还对沙特伊朗叙利亚下狠手 坚决不退出设在叙利亚的非法基地 妄图用轰炸威胁来之不易和平 继续制造分裂和战争 在乌克兰战场 英国援助乌克兰贫游弹 升级局势 疯狂叫嚣 已经帮助乌克兰准备好庞大的春季攻势 F16战机 幻影2000等战机援助 更是消息不断 在中国周边 不仅继续炒作台独死硬分子过防美国 还在南海 朝鲜半岛大搞联合演习 妄图用军事威胁讹诈中国 美国人可能得逞吗 人们心目的世界大国领导 不会因为美国安倍发言人科比脸色铁青 契机败坏连续七次叫嚣美国是世界领导 就真的是世界领导的 人心自有意赶称 谁在建设 谁在破坏 世界不会眼瞎 谁在维护和平 谁在制造战争 世界不会眼瞎 谁在好好过日子 谁在瞎折腾 世界不会眼瞎 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句真理并不会因为科技发展 世事变换就会失效 相反 它会随着人更自由的发展强大 变得更加有生命力 所以在中东 美国非法基地被火箭弹无人机袭击了 在拜登亲自下令报复威胁后 美非法军事基地没有迎来和平 反而是更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 迫使拜登不得不亲自喊话 没有与伊朗直接军事冲突的计划 美帝的国运就快被其自己折腾完了 拜登版国家安全战略定义 当今世界为大国竞争时代 中国是最有意愿和最具实力的竞争者 美国是要赢得重建世界秩序的战略优势 然而竞争才开始 美国就被中国先胜三局 美国这会真的傻眼了 随着中国整体实力日益增强 世界变革也在不断加速 总是惦记永久独霸世界的美国 自然就是越来越焦虑恐惧 如今已经把中国视为了霸权的最大挑战者 想方设法要打压中国的复兴强国进程 还美其名曰是大国竞争 尽管美国喜欢撒谎 可美国在为世界局势定义的时候 也确实说了实话 那就是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也就是美国独霸世界的时代结束 如今的美国只能是竞争新时代 重建新秩序的战略优势地位 不管怎么说 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最大的对手 竞争也好 打压也罢 目标就是重塑美国霸权地位 对中国强力打压是不可能避免的 拜登上任后加速推动与中国脱钩锻炼和打压 预示着中美大国竞争已经开始 修复撕裂的盟友关系 建立新的所谓的自由世界联盟 推动印太战略 这一切既是为了打压中国 也是为了重塑霸权地位 然而两年多过去了 美国依然还是处于战略框架的构想 和战略不决的初级阶段 尽管组建了美英澳三方联盟 美日印澳四方机制以及五眼联盟等等 可没能说服最大的盟友欧洲加入反华战队 也未能说服东盟国家选边战队 更没有建立起新自由世界联盟和印太版北约 为此而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 都还只处于构想阶段 目前的中美竞争 实际上更像是双方单打独斗 而恰恰单打独斗不是美国的长项 也没有这个勇气 更不符合美国的传统霸权战略 及离岸制衡战略 没有盟友的强势介入 美国就真的是一只直老虎 美国在不断对华战略施压 也在不断推动建立反华战队和进行战略布局 中国则也没闲着 在顶着美国的战略压力 进行有针对的反制的同时 中国也在积极进行战略布局 一方面是利用自身的优势 不失时机推动世界变革 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新秩序规则的制定和建立 中国采取的并非完全是硬碰硬的硬扛 采取的是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战略策略 看似被动的防守 实则是另辟战场主动出击 实际上也就是声东击西战略 中国目前正在以一个和平缔造者的身份 推动世界和解与和平进程 借此加速建立多级的安全秩序框架 以取代美国单级安全秩序 等于是我禁敌退 可以说是在竞争重塑世界秩序的过程中 先胜一举 至少是取得了战略主动权和优势 尽管美国不会坐以待毙或束手就勤 可面对全球合作大局 面对和平的共同呼声 而对中国强势出击 恐怕也无力回天了